欢迎来到爱上听书 祝大家听书愉快 无人问津 终于也会有一天让大众重新认识到它的精彩与价值 这本《菜根坛》就是这样的金子 书名取自宋儒汪格宇 人能咬得菜根则百事可成 本书是明朝末年时期的作品 几百年来一直都没有受到大众广泛的关注 直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海外突然兴起了一股菜根坛热 尤其是在日本 很多企业还从这本书中寻找管理学的知识与方法 也算是墙内开花墙外乡 最终大家对这本书的关注随着海外的这股热潮回到了国内 那么这本书到底好在哪呢 要解释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得来先看看它的作者 蔡根坛的作者是明代文人洪英明 他的生族年不祥 大约生活在明朝的家境万历年间 是当时有名的思想家与学者 早年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学子一样 洪英明也想通过课举考试 求一官半职 实现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 但是在官场沉浮若干年后 他处处碰壁 最终还是选择归隐山林 祝书利说 修仙求道 这也让他对于如道士三家思想都大有研究 不过洪英明的伟大在于 虽然人生并不如意 颇多坎坷 但是他依旧坚守着自己的信仰 从不放弃或者降低对自己品格与操守的要求 用现在的话来形容 那就是归来半生仍是少年 他的个人价值观也体现在这本《菜根坛》中 我们生活在如今这个充满诱惑 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里 多看看这样的书能起到督促自省的作用 同时我们也会更加明白 哪些事情属于一时之利 不可心急而为之 否则就会后患无穷 从内容上看 《菜根坛》写得很接地气 这本书基本上都是由一些简洁有力的短语组成 非常好理解 他不谈大道理 而是把传统的道德规范融入到平民百姓的生活中去 都会告诉你怎么选择朋友 怎么与身边的人相处 怎么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又怎么看待功名利禄等等 无论你正处于人生的顺境还是逆境 无论你是想成就一番事业 还是过上安安稳稳的小日子 你都可以从这本书里找到你所需要的东西 当然 这本书也并非十全十美 有些学者就认为 书里把世界看得太冷漠 还有不少消极阴暗的观点 关于这一部分 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也要多加注意 做到取其精华 取其糟粕 好 接下来我就带领大家从三个部分来解读这本才跟谈 第一部分是修身 如何做好我自己 第二部分是处世 如何与人相处 第三部分是生活 如何面对自己的欲望 我们先来讲解第一个部分 修身 如何做好我自己 中国古代儒家知识分子 讲究人的一生应该是修身 治国 齐家 平天下 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修身 毕竟无论你是想做一番大事业 还是结交一群好朋友 自己都需要具备相应的内部条件 退步来说 如果个人能力不足 或者身处的大环境不太好 你能做到的也只有修身 正所谓 达则奸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在书里 作者洪英明认为 一个人要真正做到修身 就应该有长远的眼光和通达的胸怀 将个人有限的生命放在历史场合中 去审视看待 确立正确的价值观 一个人不光要坚守道义 还要看清名利权势 讲到这里 也许你会说 这种想法是不是太片面了 正所谓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我求明逐利 只要手段合法 过程合规 予己于人 能有什么危害呢 关于这一点 我们不是要讨论追求名利 有什么好处或者害处 而是要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待名利 菜根坛中的思想就可以把人带到更高的境界 引导人做出更大的成就 书里认为人生在世 第一要追求的是道德 第二是工业 道德都好理解 我们来重点讲讲工业 这里提出的工业不是名利 二者的区别 一个在乎的是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给这个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 创造出了什么价值 另一个只在乎自己获得了什么 举个例子 有人创业开公司 想的是改变这个行业或者让世界更美好 给人们带来便捷和福利 而有的人创业呢 想的就是当CEO迎娶白富美 走上人生巅峰 我们不能说后者不好 但是前者的格局更大 更值得我们去学习 一般来说 追求工业的人往往能比单纯追求名利的人 做出更大的成就 甚至赚更多的钱 获得更好的名声 有道是 欲先取之 必先欲之 你想从这个社会中得到一些东西就需要先去做贡献 讲的再通俗点 能够赚大钱的往往是那些说自己对钱没有兴趣的人 关于名利 蔡根坛还强调了一点 就是不要一味求名 书里有一个比喻 中古虚而不受力 却因为声音洪亮的名声而遭受撞击 可见 名声是招灾惹祸的本源 而且一个看重名声的人只会想着做表面功夫 动机不纯 不光会影响最终的结果 而且会让人误入歧途 书里这样写道 为善而喻自高圣人 实恩惠而喻要名皆好 修业而喻惊世骇俗 直节而喻标心见齐 此皆是善念中割毛 理路上荆棘 罪易夹带 罪难拔除遮掩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只顾奔着一个好名声而去做好事 并不是真正的善念 这样的表现有很多 比如做善事却想着借此抬高自己胜过别人 帮助别人却想着以此谋求名声 结交对自己有利的朋友又或者建功立业 是为了可以趁机打出风头 书里继续说了 做一件事目的是做完 做成这件事 但可惜的是 很多人往往舍本逐墨 把精力放在了让别人知道我做什么事情上 而不是专注于踏踏实实做事 他们喜欢炒作 喜欢炫耀 费尽各种心思 想要吸引意识的注意力 成为大众舆论的焦点 但是结果往往是一体鸡毛 喜欢这么干的人也许能够成为一时的网红 却不可能成为永远的明星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这种现象比比皆是 比如 有的人去国外留学深造 结果在社交媒体上 今天发去哪看球赛 明天发去哪开party 再比如 有的人白天不好好工作 到了晚上却常常拍照发朋友圈 刻意告诉大家自己在加班 可实际上就算是加班 他也没有认真做事 你看 这些人都为了一个名字 舍本逐墨 把真正要做的事情给耽误了 要知道 能够干成一番大事业的往往都是默默努力踏踏实实的人 为了告诫世人不要让自己误入歧途 菜根坛中写道 我们要持之以恒地严格要求自己 时时刻刻做自我反省与检讨 好 说到这儿 我们来做个小结 刚才我们说本书的第一个部分 修身 首先要做好自己 一求道德 二求工业 千万不要因为求民而误入歧途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第二个重点 处世 如何与人相处 在这里 我们必须得承认 菜根坛这本书对于世界的看法是有些消极的 他认为人都是贪婪自私 冷酷无情的 这种观点当然是有恃偏颇的 四查和奋讯 先说四查 伺机而动的四 观察的查 指的是对于事物的侦查力 在这个世界上 有些人的侦查力非常强 他们能很快地察觉到事物的变化 而且还习惯于马上把这些变化给点破 这种做法看着很聪明 但其实是没有大智慧的表现 菜根坛中认为 这种行为只会让自己锋芒毕露 遭到别人的嫉恨 或者让一些坏人对自己产生排除异己的想法 当然 我们不用把别人想得那么坏 只不过这种看破而不说破的做法依然适用于很多事情 这既是一种善良 一种高修养 也是一种大智慧 举个例子 在一堆人闲聊的时候 你发现朋友一时口误说错了话 这个时候如果你只愣愣地指出朋友的错误 就很伤感情 也让对方没有面子 那发生了这种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呢 你要做的就是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有必要的话可以私下沟通 这样既保全了朋友的颜面 又让他对自己的口误印象深刻 不会再说错 说完了四茶 我们再来说说奋训 勤奋的奋 迅速的训 顾名思义 他的意思是精神振奋 行动迅速 书里讲到一个小故事 有一天傍晚 一个卖橘子的小商贩赶着进城 于是他问路人 请问要走多久我们才能到城门呢 路人回答说 如果慢慢走 关门前就能到 如果走得快就到不了了 诶 这是什么逻辑呢 走得慢的到得了 走得快的反而到不了 那个卖橘子的小商贩也是这么想的 他以为对方在胡说八道 于是加速赶路 结果呢 因为走得太急打翻了竹框 橘子滚了一地 他只能停下来捡橘子 耽误了时间 没能在关门前进城 这个时候他想起路人说的话 终于明白对方的深意 仔细想想 我们常说的欲速则不达就是这个意思 很多事情要想达到预期的效果是需要时间积累的 少一个流程或者一道工序都会对整个事态产生影响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要点 何为君子 蔡根坛中写道 欲大事矜持者 小事必纵持 楚明亭检世者 暗事必放逸 君子只是一个念头持到底 自然临小事如临大敌 左密事如左通躯 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 说的是 如果一个人遇到大事情比谁都郑重其事 出席大场面比谁都一关楚楚 那么经验告诉我们 这样的人在小事上往往随随便便 而私底下的行为举止也经常不加检点 所以说 只有那些不被情势左右 不因环境改变的人 才是值得信任的君子 这个观点可能主观了一些 但是我们也明白了一点 那就是为人处事一定要慎毒 慎重的慎 单独的毒 慎毒的意思是说 不管是在人前还是人后 我们都要追求庄重 矜持 有礼貌等道德品质 心中要时时刻刻 用这些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 因为美德不是表演出来的 好 说到这儿 我们来做个小结 刚才我们说了本书的第二部分 蔡根坛提到了思察和奋讯 这两个为人处事的禁忌 在与人相处的时候 我们要做不被情势左右 不因环境改变的君子 时时刻刻 用道德标准要求自己 接下来我们说说第三个重点 生活如何面对自己的欲望 蔡根坛为世人提供了一种生活方式 以超越事情俗语之念 消解功名富贵之心 深谙知足指知之道为前提 混合了儒家的独善其身 道家的和光同臣 以及禅宗的日常生活式道等理念 这种生活的态度 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我们很有参考意义 如果我们在生活中感到不顺 在职场中受挫 可以用高雅的情调去弥补平庸生活的缺憾 而在另一方面 面对物欲横流与追名逐利的诱惑 我们也应该保持一种淡泊超异的精神姿态 勉励自己寻求自我的本心 看淡外在的一切 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我们怎么对待内心的欲望 蔡根坛并不反对欲望 而是主张有所节制 书里有这样一段话 藩只养五分 船便安 水只住五分 气便稳 如韩信以永略镇主被擒 陆基以财明贯世间杀 霍光败于全室逼君 石崇死于财富敌国 皆以十分取败者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呀 船帆只用扬起一半 船就可以安然前行 水只用倒入一杯 杯子就可以立得稳稳当当 韩信因为功高震主而被刘邦勤杀 陆基因为财华名望过盛而被杀害 霍光因为全室有超过皇帝的石头而走向败徒 石崇因为富可敌国而身受益处 这些人都是因为事情做得太满才招来杀身之祸 蔡根坛认同的一种人生哲学思想是 池中介满 这个观点几乎也是中国古代各家各派不约而同的选择 就拿儒家孔盛来说 他有一次到鲁环宫的宗庙里参观 看到一件奇形怪状的成水器皿 若是往这个器皿里倒入少量的水 他就会倾斜 若是水量达到器皿的一半 他就会立得端端正正 若是器皿里倒满了水 他就会翻倒 于是孔子问守庙的人 这件器皿有什么用呢 对方回答说 这是用来提醒军中士兵不能骄傲自满 都说谦虚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落后 我相信道理大家都懂 不过除此之外 池中介满的哲学思想 还提醒我们要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 不要贪得无厌 得拢望数一定是得不偿失的 随便举几个例子 有的人炒股本来已经赚的不少了 但是他依然不满足 还是要继续往里面投钱 结果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突然遇上了股市崩盘 连本带利全打了水漂 自己也成了被割的韭菜 再比如真正会品酒的人 懂得好酒末贪杯 微醺盛买醉的道理 而真诚的美食家 也只是各种好味道尝一点 不会开启饕铁盛宴 吃到走不动路 好讲到这里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我们所说的要点 首先我们说到菜根坛中强调 修身是一切的根本 是人生在世所有事情的基础 一个人想要修身 想要做好自己 最重要的是追求道德 其次是追求工业 工业不同于名利 前者思考的是对外贡献什么 后者琢磨的是向内获得什么 人不应该被虚名迷惑 否则就很容易误入歧途 为此我们都需要时时刻刻 记得自我反省与检讨 接着我们说到 菜根坛提到了 思察和奋训 这两个为人处事的禁忌 在与人相处的时候 我们要做到 不被情势左右 不应环境改变的君子 时时刻刻用道德标准 要求自己 最后我们提到 菜根坛认为 一个人要想过好自己的生活 就要注意池中健满 不要骄傲自大 同时也要注意 克制自己的贪欲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别忘了订阅爱上听书 听书学习 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